她来了她来了,她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在本周的更新里,肖亚轩和黄浩延续了一贯的相处模式。虽然二人年龄差异很大,但黄浩真的成熟又贴心,陪伴肖亚轩针酒,暖心安慰献煞旁人。而之前对二号男嘉宾颜值失望的金沙,在这期的更新里,似乎有所改观。 耿思汉特意为金沙写歌,歌词超直白,还当面唱歌金沙听,这其实也算是歌手的告白方式。金沙在节目中大受感动,直接上演仙女落泪,不知道是否已经有了心境上的转变,毕竟她一直都想要被关注的爱。 另外两岁,似乎情况就没这么乐观。陈一鸣一登场,其实是有收获金沉的芳心的,从她吃东西时,小心翼翼的举动就能看出来,而且她也终于如愿找到一个陪自己吃饭的人。 但在这一期的相处中,金沉却开始犹豫,两人话题也不是很多。金沉的表现其实一直在端着,她也表示害怕真实的自己会让对方不喜欢。 感觉就是,太在意对方了。毫不掩饰自己的时候,觉得像兄弟,因而放弃了,与张继克约会。 那这次根本不敢表现,真实的自己,金沉又是否,会选择继续呢? 就还挺好奇的,张逗逗这边,二人在恋爱观念上,产生了很大的分歧。 男方认为女方,从不主动,而女方则希望,看到男方更多的主动,气氛一下降到冰点。 其实在上,一次旅行的时候,亲友团也不太看好,这一队的发展,现在怕是真的要逼了。 每一期的节目,都仿佛过山车,永远猜不到他们,是会携手还是,就此分道扬镳。 恋爱就是,这么起起伏伏吧。 从这一点来说,节目还挺真实的。 你们喜欢,看哪一队呢?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